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叶启田年仅二十岁 就被封为宝岛歌王 后来随着歌厅文化盛行 他在秀场上相当吃得开 无论是酬劳或是人气 全部大胜其他艺人 而他也非常乐于提携后辈 没想到当叶启田正逢事业巅峰之际 曾卷入社会案件 甚至遭判七年 他被关了三年才出来 幸好复出后 他凭借爱拼才会赢 再创人生的亮点 一片横跨政坛也携带着无可取代的气势 当年叶启田被誉为是政界惊童 甚至许多人看好他未来相当不错的前途 没想到在1995年竞选第三届立委时经落选 选取失利后的他为此欠下5000万的债务 而前妻刘家芬也在隔年向他提出离婚 无疑对叶启田的人生是重重的打击 叶启田更是自曝 在和刘家芬结婚不到两年时 就已经对婚姻不忠高达五次 让大家都震惊不已 几年后 前妻带着两人的儿女远赴美国 叶启田不服输地留在台湾继续打拼 试图想要东山再起 到了2001年 叶启田参选第五届立委选举再度落败 这次一共背上1.2亿的负债 即使一再遇到打击 但他都没有选择放弃 仍努力重振演艺事业 只要能靠唱片再度重回人生巅峰 在经过一连串风风雨雨后 叶启田曾在受访时谈到 这辈子最让他感到愧疚的事情 就是没能留下财产给子女 甚至一度哽咽自责 至少也要留房子给他们 如今71岁的他终身未再娶 是为了子女所做的决定 叶启田是出生于嘉义的农民子弟 当年在戏院看了洪一峰 门下张洪等歌手登台演唱 便立下了要当歌星的梦想 把子想法告知父亲时 没想到并未被反对 还给了20元让他北上寻梦 为了要来到台北时却事与愿违 仅能在市场卖菜赚钱为生 但这并未让他的明星梦就此梦碎 因缘际会被同乡引荐 进入卖白花油的游离队伍 并担任唱歌招揽生意一职 让他离明星梦又进了一步 15岁那年 有晚叶启田在台北街头 巧于歌坛前被闻下 当时表明想拜师学唱的来意 未料却遭到拒绝 不过这并未交袭他的明星梦 没多久再遇到他歌坛的伯乐 郭大成不仅亲自教导歌唱技巧 还拿两首新歌带他逐句练唱 因此获得录制唱片的机会 年仅17岁便以内山姑娘 穆宅蒲也赶去走红歌坛 21岁更获得《宝岛歌王》的封号 奠定歌坛不败的地位 不过知名度水涨船高的他自然成了不孝人士眼中的肥羊 还无端卷入命案 叶启田走红后 在全台歌厅巡回演出 某次在台南演出时 团员与地方黑道爆发肢体冲突 造成对方一死一伤 身为主要负责人的他 被以挑唆杀人罪罪名 判处七年有期徒刑 隔天各媒体 即以《宝岛歌王》卷入命案为标题 大肆报道 这时叶启田为了不想坐牢 竟展开长达四年逃亡生活 不过反往灰灰之下 在永和中信餐厅被捕入狱 而这也让外界好奇 他能否东山再起 不过叶启田服刑三年半出狱后 付出歌坛 以手爱拼才会赢 闲鱼翻身 不仅重新站稳歌王地位 红火成度 更让全球华人都熟知 叶启田三个字 不过此时叶启田竟做出惊人举动 依然放下宝岛歌王的头衔 转战完全不熟悉的政坛 尽管亲友全都不赞成 但他仍一意孤行参与 四次立位选战 两次参选成功 其中一次还因为赵少康 齐选台北线24万选票 让那届部分能当选的立位 在选票低的状况下都能当选 吴奈身为政治素人 没有党派支持 加入政治圈的复杂 让他倾家荡产 房子更三度被贴封条 此时妻子刘家芬 更和他签字离婚 带着一双儿女 远走美国 踏入政坛竟赔了夫人又折兵 相信是他始料未及 当年为了偿还大笔债务 算积极拼付还还债 但价码却不如从前 最惨时 不仅得靠亲友接济 连付管理费 都得翻遍家里找铜板凑钱 更因此恐慌 忧郁症发作 得靠吞药度日 走过人生低潮的叶启田 魁伟十一年 在付出歌坛 他举办入行五十周年演唱会 他自曝与前妻刘家芬结婚后 不到两年 就五度外遇 虽然答应女儿不会再婚 但老来无人相伴 加上儿女常年在美 孤苦伶仃的他 难免觉得空虚寂寞 也高调征求第二春 而自曝新生活 也是上世纪的事 不过始终乏人问津 让他苦叹 只能靠唱歌填补空虚 近日 叶启田现身新北市的 爱笑瑜伽社区 另患失事症的谣言 不攻自破 如今已经72岁的叶启田 在四年前的个人演唱会后 就从未再度公开露面 然而 低调生活的叶启田 却频频传出 患失事症的消息 近日 叶启田受邀 前往新北市的 爱笑瑜伽社区 用吉他自弹自唱了 多首经典歌曲 歌声中气十足 肺活量依旧 而且 叶启田脸上的皱纹非常少 皮肤光滑 拍笑称 自己全身上下 都没动过手脚 是纯天然的 除此之外 叶启田还与老人们 互动跳舞 这次现身 听他患失事症的谣言 不攻自破 其实 此前叶启田 在洛杉矶上演时 就被有心人士爆料 其出现失事症的症状 比如手抖 简化不断重复等等 对此 叶启田在采访中回应道 我每天直播 而且都唱不同的歌 还讲很多道理 分享给大家 你们看我在节目上的表现 像生病的样子吗 为澄清谣言 曾现场表演 写毛笔字 其实早在几年前 叶启田就回应过 自己患失智症的传闻 据悉 为证实外界的传言 是子虚乌有 叶启田还曾在记者会现场 公开表演过写毛笔字 在记者会上 叶启田称自己歌词 都记得很牢 请外界不用担心 可以看出叶启田神采意义 并未出现传闻中 所说的症状 摇起养生秘诀 叶启田表示 对自己而言 充足的睡眠 和保持愉快的心情 是最重要的 此外 他每天一定要睡 超过十个小时 早晨用清水简单洗脸 而且从来不用保养品 由此可见 其实叶启田 非常重视健康养生 在专访中 叶启田表示自己 是一个天生就爱拼命的人 回忆起自己的人生 叶启田说 自己十三岁那年 曾拼命想当一名歌手 到十七岁的时候 就拼命想进入歌坛 到自己四十岁时 就拼命想要 红遍宝岛的歌坛 了解近况 叶启田称自己的生活 其实非常简单 在周一到周日 他会在电视的直播节目当中 每天唱一小时 并与现场的歌迷们互动 除此之外 叶启田还经常约上好友去登山 露营 甚至下地种菜 其实 叶启田非常重视 自己的身体的健康状况 因此他每年 都会进行例行检查 甚至会去求神拜佛 保佑自己能够延年益寿 说到感情 之前有过一段婚姻的叶启田 坦言自己目前单身 并称现在的自己 对感情并不强求 对于工作 叶启田称自己现在 主要的心思都在工作上 他一直在寻找适合的时机开唱 除了唱歌以外 他还请人设计了可爱的贴图 提供给歌迷们下载 而且叶启田已经在 着手撰写自己的自传了 他预计自己年底前 就能写好 希望歌迷们能够耐心等待 虽然叶启田并未患上失事症 让网友们松了一口气 但毕竟叶启田 已经年遇骨息了 对叶启田而言 保持健康的身体 的确是重要的事 同时也是比较困难的事 其实变老并不可怕 毕竟人人都会老去 重要的是要关心自己的身体 就像刚刚提到的 叶启田的养生秘诀 保持充足的睡眠 和愉快的心情才是关键 叶启田还坦言 自己是由于意识到 有人们的相继离世 才变得特别重视健康和养生 人人都想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却不愿去改正 自己的不良生活习惯 对养生忽视 导致越来越多的人 健康出现问题 希望曾经为我们带来 经典歌曲的 宝岛歌王叶启田 能够继续保持 健康的生活习惯 与快乐的心态 也希望叶启田 对养生的态度 能影响到更多的人 让大家能够重视 自己的身体健康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大家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